有很多现在是再婚族的 你个人要特别的注意 其实我有一个案例 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那像这个叫小王的故事 小王他本来前面结婚的时候 他就有生了三个儿子 因为他太太过世了 过世之后 其实本来也没想续学 可是年纪大了 他其实蛮有钱的 有房子 有土地 有现金 那七十几岁他想说 那七十几岁还是需要老伴 跟他介绍一下 认识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伴 那那时候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错 我希望跟你结婚 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跟我在一起 我有房子可以住 有这个以前没有问题 我都会照顾你 那另外的老伴觉得 不错啊 我跟你结婚蛮好的 那于是他们就结婚了 结婚的人知道 因为你知道这个小王 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那其他孩子其实都已经结婚了 都已经都 那什么时候见面 大概一年就见个一次两次 那就是春节嘛 就是过年除夕 零多团圆啦 团圆夜的时候来吃个饭 平常是没有往来的 平常就是他们两个 这个小王跟他的太太 这个二婚的太太住在一起 他们其实生活得很不错 很愉快 但是你知道其实六七十岁的人 他很有一个个性 每个人都有个性 例如说七十岁的人他喜欢 我早餐要吃什么稀饭 可是你知道六十岁 他觉得我不要吃稀饭 我要吃面包 那两个就为这个事情吵架 他吵架完之后 重点是他们吵架完之后 其实都很 都最后又手牵手出来散步 所有邻居都知道他们两人感情很好 可是就喜欢斗嘴 喜欢东西放东放西 什么生活整个小细节会吵架 但是都其实感情很好 那么一过一晃眼就十年 其实他们对 这个小王对他的儿子女儿 其实没有什么 都没有什么往来 他们就是一年来一次 他们跟后母来说也是行礼如意 你好阿姨好就这样 也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过十年之后有一天 因为他的阿姨他出国去玩 本来是平常都两个出去玩 但这次因为特别 他就是一个人出去玩 那就放小王要独自在家里 那当然他们每天都要打电话 他去国外去日本看樱花 打电话回来说问小王 你到底好不好 两三天都觉得都打接上电话 就第三天奇怪 打电话回来没有人接 就很奇怪 没人接 这奇怪 你怎么故意不接我电话 第四天也没接电话 第五天回来台北 赶快包车回来 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于是一回到家的时候 要把钥匙 要插钥匙 奇怪 还钥匙还不一样 那就奇怪 这点数了 我家是被偷了 还怎样 他就讲要报警 就这时候报警的时候 门打开了 里面就是那个小王 他以前的生的 前妻生的孩子几个在里面 就跟他说 你要干嘛 这我家我要进去 这什么你家 这是我爸爸的房子 你给我滚 他说奇怪 这莫名其妙 我住这边 钥匙还 你看看钥匙都换了 他马上报警 警察来了 警察说 你们干嘛 他侵入我住宅 他上个小孩说 什么侵入住宅 你搞清楚 这房子是我爸的名字 我爸的名字 我爸爸前两天过世了 就是你这坏女人 你去玩 你爱玩 你应该好好照顾我爸爸 你结婚就是来照顾我爸爸 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警察劝说之下 好 让他进去 进去 家里跟原子弹炸过一样 所有东西有价值东西全部拿走 包含他女人 她惊事 嬴事全部拿走 怎么搞的 这我的金条 他小孩说 你告诉我 你证明啊 你怎么证明 你举证 你举证 你被喊血喷人 我告你 我告 好可怕喔 老太子怎么办 他只能把一些衣服 掉了眼泪 找他的亲戚 找他的亲戚去度过 因为没办法 因为在法律上的规定是 这个爸爸过世之后 那他有三个孩子 跟这个配偶 他只有四分之一的权利 他根本 他四分之三就不能滚出去 他只能